大市仍是保持早兩週的觀點 美股仍存於局部板塊性牛市 人工智能保美國股市不死 你可以說這是不健康股市 也可以說是一種吸錢技巧 現在哪邊只要與人工智能相關 以及爆出盈利比所謂預期高多少少 就算市盈率百幾倍 也可以單日升百分之二十以上 什麼意思?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可以如何合理化 這個時勢是博膽時勢 發夢的人會講理性嗎? 夢會有省的一天嗎? 關鍵還是你敢不敢賺 與賺得開不開心 不者認為作為散戶 這十年來用財務上的基本面分析去玩股票是浪費精神 你要分析一隻股票值不值得留意 只需要有生意人的Sense 就可以了 又或是用銷售與市場策略經驗去分析 只要夠風去吹 市盈率及盈利走勢 點不順都大致體體啦 不會太過分 而且是夠大夠龍頭 或獨市生意 那就可以再有技術分析支援下去炒 沒有技術分析 欠缺買賣策略 不曾做過生意賺錢 不需管理經驗 毫無成功銷售或市場策略經驗 最後連因果分析的能力也不夠 那就只好靠運氣了 運氣也是實力之一 不者真的見過一個以上全無的人能夠多次投資成功 靠的是朋友及運氣 人緣也是一種實力 但可靠到實在成疑 特別是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認我是相當悲觀的 我們的分析只是用個人觀點及經驗去看世界及未來走勢 極度客觀的某些學者會認為這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的金融界歷史太短 以金融歷史去分析未來是不可靠 不者認為這是合理的推斷 但不代表我們缺乏分析股票能力 只代表用經濟學或金融架構去分析股票走勢效率成疑 正如上面所說 對著相當現實的股市 我們就要用相當貼近現實的方向去分析 縱然得出來的答案是有相當不確定性 我們也要去行動 並且相信一切皆可變 無謂多多要求 當然基於機率或可靠性衡量後 不去做買賣是合理 但基於不想行動 而不去分析就是有問題 現在太多人生活環境好 比起三十年前缺乏資源及架構的那個年代的人 現代人大多數會偏向萬無一失或是是完美 世界一定要配合我們的個人期望及需求去轉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人就是會慣於過去及自我中心 要接受相當多不確定性實在很難 可是現在投資要跑贏大市的關鍵就是要接受償便 就算你要買指數基金 也要考慮無港股的風險 或是美股的風險 一定程度的博膽是不可或缺的 博膽精神是我們行動力的關鍵要素 有了人工智能突破後 未來的可能性已經多到不能估計 可惜不者 還是見到有些朋友保持用過去經驗 及現在去肯定未來 而且是單一結果的未來 最近見到就算是本來此事有腦的人 也變得亂信消息 又不去學習足夠分析的基礎 就亂去批評 相信這類人 很難適應未來發展的 再可見的未來數十年 直到科技可以令所有人得到溫飽 及不用工作之前 我們也要不斷學習去提升自己 才可以有合理的分析力去肯一股未來的可能性 另一個必須去做的分析 就是針對我們的投資系統及買賣方法去評估 及修正 要了解該系統是否能適應現在的變化速度 以及以可靠道或機率去考慮分配資金 因為這些範疇變化比較慢 亦是比較個人化的 即是相對外界較易去分析 但凡涉及其他人及世界的事情 我們也要用不同級數的博膽心態去嘗試 控制好這個分析與博膽的平衡 以及做好兩邊的功課 就理應能提升我們在下一個十年的生存率 要去買賣方法 很多人會不會被打開 可以的